响应世界环保理念 国际青年商会中华民国总会举办了年度的活动 第一站选择从花莲出发 来自全国各地青商会员 联合花莲在地许多环保志工队 星期天上午在美丽的七星潭展开了进坛活动 希望透过实际的行动力来传达爱护环境 珍惜海洋资源的重要观念 星期天一大早来自花莲市 新城乡还有吉安乡的环保志工队 陆续在七星潭赏星广场集合 这是国际青年商会全国总会 第一次在花莲举办的海洋教育体验活动 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商会员 齐聚在花莲 联合在地的环保志工团体 要展开进坛行动 为我们的全台湾海洋资源教育体验 第一场的进坛 这也是我们台湾的今年 这下唯一一场的进坛 很高兴大家来参加 感谢各位一起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那青商会是一群18岁到4岁年轻人组织 我们全台湾有149个分会 6000多名的会员 我们都自律在SDGS的服务上面 要非常感谢我们代理会长 办了一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还带领着所有的志工朋友 我们一起来做 我们相信今天整个活动 一个人到附近的居民 附近接下来的游客都能看到 我们所有花莲的一份子都为了我们的环保 为了我们的社区的生活品质在努力 13个花莲在地的环保志工队 加上全国青商会的会员将近有300人 大家戴手套拿夹子拿环保垃圾袋 分组扩散到整个七星潭沙滩海域来捡食垃圾 环保志工们的行动也引起了现场游客的关注 大家也说要捡垃圾维护海滩整洁 让这场活动充分达到了宣传环保教育 爱护海洋资源的目的 记者路易会新日相报道